被困在了废墟里 与此同时 大量的伤者被送往医院 尚美得知消息后心机如焚 来到矿上才知道德秀被埋在了下面 他要求负责人派人搜救 可即便他跪下都无济于事 这一幕感动了身后的韩国工友 他们不约而同地拿起工具 毅然决然地冲进了矿洞 此时的德秀命悬一线 被打酒从废墟中挖了出来 恍惚之间 德秀看到了幸运的事 德秀的工友们没有放弃他 尚美也一直守在他身边 把他照顾得无谓不至 经历过生死的考验 德秀更加坚定了与尚美的这份感情 可当他提出一起回国时 尚美却委婉地拒绝了他 也许 尚美的背后也有一大家子人 等着张嘴吃饭 由于签证到期 德秀只好一个人回到了韩国 付出了三年的血汗 家里住上了宽敞明亮的大房子 弟弟和妹妹的学费也从未断交 看到家人健康幸福 德秀感到一切都是值得的 姑姑也早已放下了曾经的偏见 还有一张店铺交给德秀打理 就在他回来不久后 尚美也回来了 他按照德秀留下的地址 找到了姑姑的店铺 原来他怀上了德秀的孩子 也算是命运最好的安排 德秀和尚美顺理成章地组建了家庭 一切都在朝着美好的方向发展 德秀也没有忘记而时的梦想 他靠自学考上了海洋大学 未来就是一名优秀的船长 他买了一块猪肉 准备和家人一起分享这份喜悦 却在无意间听到了妹妹和母亲的争吵 为了嫁给自己喜欢的男人 妹妹让妈妈卖掉房子凑彩礼 尽管德秀心里很不是滋味 可他始终认为自己是一家之主 就应该承担起家人的一切 无落偏逢连夜雨 姑姑去世后将杂货店交给了德秀 可整天只知道酗酒的姑父却要将店铺卖掉 德秀只好做出迫不得已的决定 父亲曾经说过 他会带着妹妹去姑姑的店铺和他们会合 这也是德秀非要买下店铺的原因 站在花粉之家的牌垫下 德秀泪流满面地掏出了录取通知书 他要挣钱为妹妹凑假装 他要挣钱保住姑姑的店铺 他不得不撒手 任由梦想离她远去 此时正处于越战期间 大量韩国企业和劳务人员涌入越南捞金 德秀也想去 却遭到了母亲和妻子的极力反对 因为这件事 从不发火的德秀第一次和尚没吵架 最终德秀不顾妻子的劝阻 毅然决然地登附战场 虽然只是为美军做一些后勤工作 但这里毕竟发生了战争 看似安稳的小镇危机四伏 德秀看到路上有一个小男孩被欺负 也许是想起了自己的通眠 他递给男孩一块巧克力一时安慰 众善应得善魔 正是德秀这小小的善绝救了他一命 小男孩并没有走远 他躲在远处一直看着德秀 直到想去拉走他 德秀这才反应过来 随着一声剧烈的爆炸声 德秀被骑狼心飞了出去 因为小男孩的提示 他又一次与死神擦肩而过 无论他经历过怎样的危险 在给妻子的书信里只有一切安好 上美又怎会不清楚丈夫的处境 可他除了整日一泪洗面 就是祈祷丈夫们或者回家 在一次随军撤退的时候 当地难民砍球部队带他们一起走 德秀想起了小时候和父母逃难的场景 他非常理解当地难民的心情 于是卸下了船上的物资 准备让难民上船 结果因此耽误了时间 一队全服武装的阅军追了上来 小女孩没有站稳突然落水 德秀没有丝毫犹豫跳入水中 小女孩虽然获久 但德秀的腿部不幸中断 好在双方交火时引爆了岸边的弹药 一传人才脱离了危险 结果余生的德秀不禁有些后怕 纠缠那么一点点 他就永远回不去了 发婚后又为妹妹置办了一场风光的婚礼 婚礼上德秀一拳一拐地牵着妹妹的手 新手将他送进了婚礼的殿堂 劳累了半生 弟弟妹妹都已长大成人 并且组建了自己的家庭 德秀终于可以好好休息 可他心里始终放不下父亲和妹妹 他们是否还活着 他们又在哪里 有一天德秀在电视中看到一档寻亲节目 1983年 为纪念朝鲜战争停战30周年 电视台举办了一期寻找离散家属的寻亲节目 电视台门前的广场上人山人海 人们搭起帐篷贴满了各自的寻人启事 拼凑着点点滴滴的记忆碎片 等待着亲人出现在茫茫人海中 德秀整日在广场中游走 家人无时无刻地守在电视机前 虽然几次认亲都以失败告终 但德秀没有放弃 这天电视台的工作人员突然联系到他 说是有一次他妹妹的人出现 可他去了才知道 对方是一个美国人 双方只能通过视频确认 德秀的心瞬间凉了一半 妹妹怎么可能跑去美国 可交谈后才知道 对方是小时候被美军带走的过 家人每年都会聚在一起祭拜母亲 几十年过去了 德秀已经满头白发年近百岁 他儿孙满堂日子幸福 可在儿女们看来他就是个倔老头 杂货店已经开了几十年了 依旧用着老掉牙的名字 况且他年事已高 而你们都建议他将破子卖掉 是余生唯一的念想 他始终没有忘记父亲当年的嘱托 照顾好家人 以后在花粉之下会合 他用毕生精力完成了父亲的嘱托 将弟弟妹妹们照顾得无谓不至 可父亲始终没有和他团聚 看着父亲的照片 要强了一辈子的德秀再也忍不住了 这是2014年韩国影帝黄正明拍摄的又一部佳作 曾被国内影迷誉为韩国版活着 也被无数影迷视为男人成长必看的电影 德秀的一生历经苦难 却始终围绕着一个家子 燃尽自己照亮了家人 将家庭责任诠释到了极致 如果你还在为明天感到迷茫 不妨静下心来看看德秀的一生 相信你一定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人生方向